5月零售業總消貨價值中 網上銷售佔了8.7% 按年升超過兩成 網銷不僅影響零售商 亦會為物流業帶來發展機遇 香港本身是一個轉口港 內地其實現在對外開放 加上疫情期間或疫情之後 都將全球的購物形式改變了 由傳統在店舖上買賣 現在推到網上生意 還有很多初策公司或眾籌公司 這方面都幫助我們公司 由傳統B2B營業模式 轉移到電商B2C營業模式 由於電商的帶動 從10年前到現在 我們有200%增長 甚至至2019年到現在 我們有300%增長 Dilazan在疫情期間的生意 比之前更好 為之後的發展打下強心針 公司有四個業務範疇 第一個就是有不同的物流運送模式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會有經濟型的油性部門 第二件事 我們都會提供一個快遞的部門 而第二件事 我們可以不斷拓展一些新興市場 包括南美中東的國家 好像我們在疫情期間 其實我們有一個中東的線路 以色列 當時在疫情期間 其實全國封城 收貨人其實是沒辦法去一些店舖 去拿到他們自己去見 我們都可以為了一個商家 提供一個送刀門的服務 第三我們都會提供倉庫儲存 好像香港那樣地租貴 人工亦都貴 其實無論是初創公司 或者一些大型公司 都要去控制好他們的日常的營運成本 而第四我們都會提供一些 做一些敏感貨 或者危險貨的產品 包括可能化妝品裡面有粉狀 有液體狀 甚至乎有酒精的香水 電子產品 周邊產品 亦都會帶有鋰電池 可以充變補 其實我們都可以提供一些 相關的服務給客戶 行業的競爭越來越大 科技應用成為特位的重要策略 IT對我們來說 公司是一個很重要的板塊 我們亦都有自己的IT團隊 包括我們有自己定制的價格平台 落單系統 倉存系統 甚至乎有些訊息 貨境的訊息 我們都會有自己的團隊去做一個對接 而我們都會同一些不同的平台去做一些對接 可以令到客戶落單的時候 可以更加流暢 更加順利 全球政治經濟不穩 對經常與各地海關 以及合作夥伴打交道的物流業來說 未來一年將有不少挑戰 主要是我們公司做出口業務 其實我們有很多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不確定性 其實包括例子 可能稅務的問題 可能都會令到一些商家 因為入口貨去到某些國家 稅務增加的時候 會影響到消費者購買的利益 令到可能貨量都會降低 所以我們面對這些情況 我們為何一直都擴展不同的新興國家 就是希望不要在一些主流的國家上 其實有些新興國家 不可能是一個新的市場 今集營商有計 電商帶動物流業發展 開拓新市場減風險